特區食不得逐個數 王主任罵本港公務員不懂得長遠規劃 香港人當然不認同 飛哥在論壇更加一語道破 為何管治那麼差 我們財政預算案開始 香港政府只吃了不得 這麼嚴重?誰啊? 曾俊華發誓沒有微調空間 突然之間48小時轉台 就說派錢 還有他們 建制派的議員我覺得越來越差 那時站在賽夜後 以為領工 但是他們去勸 到現在為止 個個都是暗春王 不敢再說我們怎樣派錢 接著到提捕機制 建制派尤其是台妙中 舉腳贊成 轉台的原因很簡單 七一大遊行 二十幾萬人出來 怎麼少得他啊? 林俊玲這位是精仔 他為了避免自己要揹飛 他居然是公務學長 我公務員 他哪個是公務員呢? 如果你的公務員 拿公務員人工 拿D8人工 現在D8人工 當然不知道幾乎成倍 反正罵開了 罵完這班 居然民主黨 和中聯辦的李剛談判 好! 成員工 來香港 羅俊仁出來的時候 說了一句 真的對他煲胎很傷 他說煲胎都是費費幾 這句全部都有歷史紀錄 你造成這樣的情形 到底是否有港人自說呢? 我們自己香港人心中有數 沒有理由跟中聯辦談判 他還要爆當勞早幾天說 做領袖要說得出做得到 政改走向直選 就是他的責務旁態的責任 一定是他這一屆 解決了全部普選的問題 這是他的責任 他向香港人答應 說得出有沒有做到? 投鼠前最後集成事論壇 變成了飛哥的個人show 那頭被人傳染的民主黨 完場之後 就慶慶地和馬出黎踩上來 你問民主黨有沒有變成 2011票站票上 大家年輕人不要動手